信息就是耶稣怜悯不同的人 让我们自己无论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 我们都可以得到耶稣的连述和帮助 还有我们接触的人无论是什么人 神都怜悯的 让我们有一个广阔的心 接立不同的人 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图画就知道 这个是三十年病患的这个人 就走到的挟子来的 但耶稣就怜悯他 叫他起身走 那他就立刻可以走走 就是神是很有恩典的 无论那个人是什么问题 神都会怜悯那些人的 在约翰福音四章 记载耶稣怜悯这个偶然遇到的 有五个丈夫的女人 其实两种东西 第一个就是偶然遇到的 第二个就是有五个丈夫的女人 一个人其实可以说是 可以很失败 就是婚姻上很失败 现在那个人就不是她丈夫 就是说现在那个人是同居 这个第一婚姻上失败 也是很不开心 不被人接纳 因为他当时是在正午走来拿水 在正午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来 但他一个人来 因为那些人都不接纳他 但耶稣第一就是偶然 就是有时我们其实有一些偶然的机会 如果你有这个心和这个生命 有时偶然间接触一个人 你可以跟他聊天 但有些人就没有什么这样的习惯 就是觉得好像很难 跟一个三不识则的人聊天 其实是神可以给你聪明智慧地做的 第一 譬如你在某些地方 譬如你住在一些不是那么繁忙的地方 有两个人在等车 你都可以跟他聊天 有时你不一定要传呼音过 有时你就是跟他聊天 你等了多久 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车这么久都不来 下一次你又要跟他打招呼 慢慢你可以跟他熟 这些是偶然的机会 或者有时你见到一个人 好像很不开心 你都可以问他 我见到你好像有点累 有点在想着 你就不要说到你很愁眉苦念 就是尽量有一个温和的字眼 你是不是有点在想着 有时他就告诉你 你听到他之后可以关心他 这个就是一种心态 生命的心态 去跟一些人去接触 当然有些人一定会拒绝你的 第一他可能很忙 但也有时有些人 他是不喜欢有陌生人聊天 但我只是这样的方式 我都认识过不少人 我也都带过人去耶稣 那时我试过在一个地方买电器 我跟他有几次买电器 跟他聊天 然后他越说越多 我告诉他 那时我在对面的教堂就是牧师 他就开始告诉我 好烦 说他和他太太的问题 说给我听 接着我就跟他聊天 辅导 带领他信耶稣 后来他在教会受洗 就是偶然认识他 所以偶然认识的人 你都可以带到他信耶稣 我们一起读 有人观看四章七节 那我们都是抽取其中一部分 来读的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吸我水祸 由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 你又知识一善 我对你说 吸我水祸的是水 你知我祖求他 他临命祖给你活水 他临命祖福人就留下水盆子 往城里去堆足人说 你不看 有一个人将我数为所限 你一切事 我都吸我水出来 莫非这有事记得吗 这里耶稣和他认识的是 就是喝水 耶稣就和他说 你给点水我喝 其实是一种请求 请他帮他 接着他又和他说 你是犹太人 你和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就说 如果你是知道我是谁 知道神的恩赐 还有对你说 请你给水我喝 我他是谁 你就祖求他 他就想活水给你 就是他由水带到活水 接着呢 接着就开始说 他叫他找到他的丈夫来 他说我有五个丈夫 不过现在那个人不是我丈夫 那是耶稣说的 然后耶稣就将他的事情说出来 他又很惊奇 那是耶稣说的 不是他说的 不是那个妇人说的 是他说我没有丈夫 他说是你以前有五个丈夫 不过现在那个人不是你丈夫 那是耶稣告诉他 他就说关于尼赛亚 又关于敬拜 然后就说到 他就跟着回到村里 就告诉别人 接着呢 一个这么多罪的女人 居然带了他去村里 有很多人说耶稣 那些人就请耶稣留下 耶稣就向他们传福音 这个就是一个偶然认识 并是一个犯罪的人 所以神怜悯的一个人 不是算他有多好 有多好 有多圣结 而是这个人 被耶稣改变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帮人也一样 不是看他有多好 有多聪明 有多圣结 有时候可能你遇见一个 很软弱的基督徒 可能你觉得 这么软弱的基督徒 有什么可以为神做什么 但是当我们能够帮助他 鼓励他 或者帮助他经历圣灵 跟着他整个人改变 可以全个人改变 其实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改变 以前我曾经帮一个人 做了宣教士的 现在是宣教士 他就是一个软弱基督徒 为什么软弱呢 他只是回小组 他只是回小组 但是也都是很软弱 但是因为我为了一个人赶软弱 而他是他的朋友 于是他来到 我了解他 他是没有回教会 只是回小组 有人邀请他回 但是当他祈祷经历圣灵的时候 他就经历神的释放 又喜乐 又笑 跟着又哭 跟着又笑 后来他就开始认真跟从耶稣 后来他就读世胞小分裂学院 后来又成为宣教士 就是一次的偶然机会 就是说他来到一起的时候 我说我跟了这个人祈祷 我都为你祈祷祝福求神保守你们 在祈祷时我都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的时候了解他的情况 就是祈祷他的经历圣灵 然后我就再跟他沟通 一时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就带领他 之前有曾经一个人在医院认识 祈祷癌症的化疗 很辛苦 祈祷之后很舒服 回家又祈祷很舒服 后来他就离世 我只是见他一次 但是接着我带了他两个女儿 圣耶稣 不单是教他女儿圣耶稣 他也带了他母儿圣耶稣 他生的那些又带了圣耶稣 又继续回教会 即是说一次的接触 可以带整个家庭圣耶稣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是有这个心 我们那种能力 神体身上的能力 神为什么使用我们是很厉害的 只要你随时预备好 随时预备好的时候 你四围去到哪里都好 你都能够帮到人 尤其有机会你去宣教 去宣教你不要只是做些小事 其实去宣教有个特色 就是那些人通常来说是比较开放的 你又关心他的事情 他就将他的情况告诉你 你就可以关心他 又是他祈祷 帮他经历圣灵 提醒他更生 如何继续亲近神 你就可以提升他的生命 即是我透过这些方法 真的帮过不少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怎样呢 下面我写着 就是主预见我们 就联敏我们 即是偶然预见的人 神就联敏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像耶稣那样 去联敏那些偶然预见的人 即是一些偶然的机会 我们去遇见他 其实我们失过很多机会 我们失过很多的机会 但是我们之后还有很多机会 只要我们以后能够有机会 去接触人的仇 都去关心他 其实第一步未必是传官的 有时见到他只是关心他 问候他 譬如见到一些人 尤其有些人有需要的 譬如见到人在轮椅上的 或者是走路走得不太健康的 你都可以跟他聊聊天 关心一下他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是会孤单的 当我们能够关心他 他是觉得 小时候必须关心我的 有人会说一些好的说话 会怜悯我的 是在他生命中有个影响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在搭车的时候 等车的时候 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时旁边的人都很辛苦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对不对 是 我可以试个心 阔一点 还有你祈祷神 我可以跟这个人去做些什么 神会指示你的 神是会 真的会说话的神 我最近去宣教 Mandy跟我一起去 在这个过程中 就经历到一件事很特别 就是神的声音 神的指示 很特别 我们上了一个车 本来想着 因为那里宣布 去机场那些车 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可以过 就是入闸了 我们就出来 第一辆车放在那里 大多人上去 我们就上车 上车 然后就准备坐下 Mandy就听到神的声音 小小声就跟他说 不是这辆车 感谢神 因为收飞的人 都没有看过我们这辆飞 就让我们坐下 如果开了车 接着那辆去机场 又开了车 那就迟了 可能会迟早回头 要么就去到那里 又回头 要么就走到那里 那辆飞错 接着下车 就迟了 但是神就跟他说笑 大家可能在你人生中 某些时候 你会弹些意念 我就没有收到这些声音 但是有时但有意念 可以和这个人 和这个人聊天 可以和这个人传福音 大家有收到的神 你试一下 旁边的人 好像觉得很想和他聊天 这个意念都可以神给你的 我希望大家 在你周围去的时候 见到什么人 都和他聊天 而且有一件事 就不仅是街外人 在教堂 还有有时你来 星期二晚的聚会 你不要说他们先过我来 不要紧的 他先过你来 你后过他来 没有所谓的 有时你和他聊天 你不知道 他聊天的时候 他又说他的伙伴 跟着你关心他 你又帮到他 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机会 祝福他 并且自己生命提升 其实祝福人 最重要是自己生命提升 当你提升惯人 你遇到无论什么类型的人 你都可以帮到他 在现在来说 我传福音 或者是见留灵灵 无论他什么款 我已经见过了 就是什么款 问什么问题 首先我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所问的问题 我也很多人都问过 但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在他脑子里 已经记得了这些 他关于神是不是真实 我全部在记忆中 全部都说了他 因为已经是很熟练了 我希望大家都好像我这样 整天操练习惯了 这样的时候 你随时都熟练 我跟他说 我又说 我真的应该 就是应该将这些材料 写好 或者录音 或者拿去书局那里卖 虽然我在网上送给人 不过因为很多人 是要去书局那里找的 在书局弄一些免费的 或者很便宜的 他们可以去书局那里拿 其实我想想 神给我的很多材料 其实真的很有用 就是因为我很多时间 就是和人聊天 聊过很多很多很多 积聚了经验 以及去搜集这些资料 搜集的经验 希望大家都好 随时随地 下一个例子 就是主耶稣连吻不受人欢迎的人 有没有有时上学见到的人 每个人同学都好笑 但是你又不敢和他聊天 因为你和他聊天 那些人说 他又和他 我又不理你 就是将你连他一起 但希望我们都不会这样 有没有 马哈福音十章四十七节 在耶利哥城 土饭的核子 巴底卖 一起读一下 他听见事 拿撒勒的耶稣 就哭着说 但为主宣耶稣说 可怜不怕 有没有人责备他 不如他有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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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这些人是不受欢迎 因为他太吵了 那些人觉得耶稣来不是帮你的 有蓝衣又核子 坐在街边 乞衣而已 乞衣不是耶稣那些群 他心里面不受欢迎 外貌不受欢迎 身份不受欢迎 但耶稣并没有因此而不理他 耶稣是怜悯的 叫他过来 耶稣真的很特别 耶稣是怜悯所有的人 耶稣是恩代所有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得怜悯 都是神很特别的恩典 我能够今天信耶稣 都是神的很特别的恩典 透过我一个同学 是不信耶稣的 他到今天都不信耶稣 就是见到我打球的时候 他有手举球等球 然后他就很取笑 耶稣救我 于是那些同学 每个都叫我耶稣 就是这样的开始 由到我中六的时候 才结果子 为什么呢 我去到那个宿营的时候 我们是男校 那些同学就请了那些女校的学生来 来一起去 去宿营 当然男和女的分开 然后宿营的时候 对方有女校有个老师 他就是基督徒 为什么每个人都叫他耶稣 这个人当然是信耶稣 信得很重要 全体人都叫他耶稣 一听 一信耶稣 这个人是基督耶稣 忍了他的兴趣 所以他有机会 而在偶然那天 他们去行山 他说 刚刚 人有三急 早点回来 而那天神就感动我 那天我平时说 有人有声我就醒了 那天他们都醒了 我都没有醒 那天不知为什么 这个就是神的安排 结果我就走出去 现在有其他的安排 就是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就祝福我 神就会在一些 在当时来说 那些人笑我耶稣 其实当时是取笑的 当然叫他 叫惯了都没有这个心态 但是耶稣都因 他今天透过这个名 就是很特别的 透过这个花名 就祝福我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 透过我 也都祝福很多很多人 那这里这个 这个核子 其实真的是 一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 他又不停叫 但他的子孙可怜我 他就捉住圣经的应许 就是 神是 猜派大卫的子孙来 拯救他 那他就大声呼喊 然后呢 耶稣就听到他的呼求 跟着他就得到医治 而他的见证也都祝福很多人 就是耶稣呢 祝福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和耶稣可以医治核弹的人 也都有人呢 就有这个信心 为核子祈祷 一路祈祷 初头就没有得医治 Hiley Baker 去非洲的书教士 他说 自从有一个人 告诉他 你将来会叫核子 看见 他就开始 见到核子就祈祷 但都没有得医治 他的车走过 又见到核子 立刻停车 下来为他祈祷 又没有得医治 直到一年之后 开始呢 就得医治了 就是持续的 所以我们持续的 为不同的人祈祷 有一天 可能你会见到核子开眼 但首先我们愿意去做先 就是不要说 没有胆去做 亦都有胆 我都讲过 曾经我去宣教 一家人三个人 被这些人摘下来死了 我不停坐在那裡 我就知道我坐了很久 我找一张椅子 一张椅子拿过来 坐下 一路为他祈祷 祈祷他说 牧师呀 我们要走了 那我就走了 我打算祈祷 就是他们叫我才走 我是祈祷 神呀 我求主帮助 如果行个神职 祂真是復活 真是一个很大的神职 真是整个村子都信了耶稣 不仅是信了 整个村子都信了 是到处都信了 我一定会摄露 接着呢 亦都可以给很多人看 就是 心里面就是 求神使用 那当次没有 不过不要紧 下一次有见到死人 我照样祈祷 直到有一天 真的有死人復活为止 Amen 是 你们会不会这样 会 哈利路人 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不要怕 不要怕 神有大能 遲早会做的 其实事实上 我都有很多神职 其实真的 时时有不同的人找我的 有时一个星期有几个找我的 刚刚 其实这几天我都有不同的人 我刚刚昨天去宣教 两个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人 都是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 跟着找我的人 他又会来我星期二的聚会 就是这样 不同的人 我们都可以祝福的 可不可以 可以 鼓励大家 你有几少的见识 或者普通的东西 譬如你喜欢煮什么特别的 未必很好吃的大餐 你们未必煮的那些餐 我煮这个是很普通的 那你就摄录了它 接着你就说说见证 说说耶稣 那你网上都有人看你的 而且你也可以去摄影一下 那些美好的东西 接着你又讲 我有些影片也是这样的 摄影一些东西 接着我又说说耶稣 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用的方法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可以帮助人全国 还有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有些人受伤害的 我们都关心他们 都是一个机会去传福音的 还有我们不受欢迎 耶稣都联名我们 有没有试过不受欢迎的 在家里有没有 因为你经常信耶稣 经常上教会被人逼迫 那你就记住耶稣其实知道的 耶稣关心你的 耶稣联名你的 心里面就不要觉得自己很凄凉 又记住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已经记录在天上了 阿里路亚 这就是那个核子 我们能不能像耶稣 那样联敏不受欢迎的人 那些人不喜欢的人 看少的人 好像没有不出色的人 不要看少任何一个人 觉得他没有不出色 神可以行神即其事 可以将一个人完全改变 阿里路亚 好了 阿里路亚 那些人 都是 第一个 都不是一个 就是 第一个这个女人 都不是一个性别的女人 都是一个罪人 这个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忠诚的人 很多人就很怕 不忠诚又贪钱的人 没有人喜欢的 因他骗我的钱怎么办呢 我现在欢迎十九章二节 我们一起读读 有一个人名叫薩瓜 作税尼掌 是我财主 第五节 人收宿了解他 台头一话 举他说 薩瓜太后 今天那些 寺来演家有的七节 中日登天 寺海耀二路说 �chae案蒟祖 他颈导床 communication 他杜杜 Mid胕主说 主任 我反所有的一半级同仁 我由 if 和藏利尔 repeats antiver 为何我说他是贪财 有什么证据 很多人服水 财主即是 他手 他自己認会 他说什么 他是自认的 和藏银水 他认识了谁就还他四句 如果他从来没有认识 认识就不会说这句 他当然认识过 是吧 只要他自己承认 神感动他 自己承认 这个人是一个贪财的人 但耶稣又不怕去家 待会让他偷上耶稣的钱 耶稣的门徒有些带着钱 耶稣就不用带钱了 那些门徒带着钱去有时买东西 这些人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不欢迎的人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贪贼的人 你有没有见到贪贼的人 避而远之 一会让他贪贼的钱怎么办 还有这个人不可靠 不可靠的人会不会很怕他 我们要小心 我不是说你不可靠的人 你要信任他 我们要小心这些人 不过我心里面仍然想 我怎样可以祝福他 其实不可靠的人 都是很凄凌的 不可靠的人是没有什么朋友 其实这里看得出他没有什么朋友 为什么呢 当耶稣说去他家的时候 那些人就议论了 他去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那些人已经定了他就是罪人 但是耶稣并没有定到他罪人 耶稣是仍然接纳他的 这个就是求主帮我们 在你家族 在你家庭 有没有那些大家都觉得他是 是坏人的人 有 有 有什么 难点相处的人 说话不要听 令到你不开心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我们周围都会有什么人 在我辅导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人 不是贪财 我最近是辅导一对夫妇 他不是贪财 不过就 两个都整天都吵架 钱是其中一个原因 总之家里有很多草草 当他们找我的时候都说出 很辛苦 有这种很自上分开的心意 还有 其实当他其中一个跟我说的时候 我都听得出他自己的生命 都不是那么好 跟他辅导的时候也都不是那么好 因为其实 很多事我想都做 他没有做的 不听话 不过我是第一次辅导员 后来发觉 其中一个说给他说 很好 但另一个就说不好 他仍然不敢对我 我又再一次跟他聊天 然后再后一次辅导 中间一次聊天是短的 然后第二次辅导 第二次辅导就很大改变了 我丈夫就说 她说我太太整个转了性 她说真的很神奇 她说 不过我自己又不是转很多 也好 她只会承认 她会看到改变了 就是说人看上来好像很难改变 其实是有方法的 靠着神是总有方法的 她就开始改变 我会看到她 因为她说准备是分享的 我也有点担心的 分享 然后又好像有很多问题 人家说 分享完 那又不行 但是呢 我现在开心一点 为什么呢 她现在开始有些好东西 分享 而不是好像还在闹家 而是真的有很明显的改变 那这个真的很大忍 所以呢 不要以为有些人没有希望 一起说 不要以为有些人没有希望 不要以为有些人没有希望 是的 在神里面总有希望 在神里面总有希望 我们越来越帮到人 我们越来越帮到人 下来越来越帮到人 你有什么信心 有没有实际去帮一些人 好像看上来很困难 这个要学习的 要粗练 尤其是辅导真的很有帮助 我试过在辅导来说 试过有一次是怎么样 有一个 有对夫妇 两个都有离卒 先看 我不记得清楚 丈夫有没有人 我不记得清楚 是个太太 即是太太找我的 他太太说什么 她说 现在我见到我丈夫很辛苦 我和她的关系很感觉 是有什么发生呢 她说 因为我曾经离开家去旅行 不知道去哪里 接着回来 发觉我丈夫 以前的太太居然住在家 所以她在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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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在家 原来她真的住在家 她是探望她父母 因为她很喜欢她父母 即是和她父母关系很好 但是那太太就说 她很喜欢 你让她住在外面 为什么她住在家呢 她住在家又说谎 又说不是 叫她发现 发现之后 她就哭了 她说那次火车路程就哭了 每一次走过火车路程都哭了 哇 多凄凉 她说以前很开心 她说怎么开心呢 她说 她形容 她说她和她丈夫去买东西 那她丈夫说 你不要拿这么重的东西 我拿 我走两转 我一旦拿到楼上 那你站在那里等我 我回来再拿 你跟我上来 她就打算这样 但是那太太就和她玩了 她拿了一些衣服 那太太就拿其他衣服 静静的脚 一路走 一路走 走到上去上屋 跟着呢 开门了 跟着她说 哇 她说她以前是这么玩的 但是她现在呢 完全没有心滑 完全是非常之很生气 很生气她的丈夫 有没有觉得很难 很难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她就说她丈夫是什么呢 她说每次都是丈夫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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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天都说 没事 没事 没事的 那我就辅导听她说 那丈夫真的说没事 不过因为她 不想她浪费 要花钱 于是让她在家里住 这个行为 我问她是否智慧 她说不是 不过都做了 就是 没办法 但是她太太次说她 她说没事 我听完之后 我就说 其实那问题 是她有事的 因为她说是没有事 她太太常常觉得你不承认 所以你要承认 不是说你有事 我这件事是做错错 我请你原谅我 我对不起 我是不应该请她回来我家 而且我是珍惜和你关 我想和你关好 她就这样说 她又很真诚 她立刻抓住她的手 立刻走去 因为她以前关好 但这几年都不好 这几年都差 接着揪着她的手 就说对不起 我做这件事令到你很不开心 令到你心很伤透 而且我说 你要说这件事 就是你太太每次乘的火车都哭 你说我感受到你的伤心 我知道你很伤心 那她就这样说 就说 其实我爱你 很想和你夫妻关系 她太太就愿意了 接着呢 下午她太太就说 哇 我们现在关系好了 很幻想 很幻想 是啊 因为她 她就认识 不是没事了 是真的令到你很伤心 那 就没事了 立刻呢 其实 很多人 吵架 吵到离婚 是可能因为 那些碗没洗干净 没收拾好些东西 通常都是因为小事 当然有些是大事 但是有很多的事 是因为 很多时候因为小事 有没有见过人因为小事吵架 有 但是 当人一处理的时候 可以 小事化无事 不过不处理呢 小事变大事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就可以这样祝福人 那这个智慧是需要学回来的 所以我们礼拜二就会 古道分练 是否有这个 我整天都有 我们已经出来几个古道分练 络络络都有 总之呢 这些辅导训练 其实不是很难的 有些人就以为辅导 要一个碩士学位 都可以的 要试图点 是的 当我们能够聆听人 回应人的感觉的时候 而能够和他一起去找出 即是又看出他 让他感受到被接立 被安慰 然后和他一起去想 找答案的时候 也有这个智慧 因为你分辨到问题在哪里 然后带领他去找答案的时候 是你可以辅导很多人的 我真的见过一些人 是很严重的 接着一次辅导 整个人全面了 这对夫妇 对我说的 这对夫妇 近那对 我初头都以为他们 哇很难搞啊 因为我试过在电话 哇 他们两个都在那里 不断地说 不断地攻击对方 他不是很听得到 我所说的 但是呢 慢慢又听得入 慢慢又改变 所以 到了时候就要修成 对不对 感谢耶稣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有些人没有希望 太难了 不行了 死实了 在神里面 是没有死实这件事 一起说 在神里面 死实 是一定可以搞定 一定可以搞定 多难搞 你靠着神有信心 这个有信心 很多人听到这些个案 已经觉得死实了 你见过搞实 死实 怎样搞呢 怎样帮呢 但是 你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平静 也有接立他的心 神一定会帮助的 第一 我们自己不碰的时候 神都念我们 第一 我们 最重要就是 所有看到圣经的经文 第一就是恩典 我们有一次讲到 分别恩典和戒用 我们首先有恩典 先拿恩典 先能够付出的 如果不拿恩典 就会累的 为什么有些人会事奉累 为什么有些人做基督徒累呢 他经常都说 以前已经多做 现在要加多看圣经 还要加上祈祷 还要加上遵从神 还要加上离开我那些坏习惯 哇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锁匙 其实呢 在我来说 听到是很少很少 以前我听过很多 现在真的很少 现在我听过自己讲到的 我自己看圣经 他在圣经里得到帮助 就是我很少从听到 因为我今本聚会 我当然是讲到的 很少是听到的 但是为什么我经常都不累呢 因为我经常都在圣经里面 神如何祝福我 神如何怜悯我 我就算如何软弱 没有力量 神都帮我的 神提升我的 神大大兴领我的 就是经常深信 并且应用出来的时候 看着人们的改变 所以我经常都不累 自从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真的一直持续 持续得有力量 当然有些日子的力量大一点 但是很明显就是说 我们持续有力量 持续享受神的时候 持续为神付出 力量越大 我们一起讲 我们持续从神得力 我们持续从神得力 从神得着恩典 从神得着恩典 我们又时时亲近神 又时时亲近神 时时祝福人 时时祝福人 永远得力 永远得力 永远不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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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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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没有累 有 但你就试一下 在累的时候 我有累的时候 我马上说 耶稣和我一起 耶稣看着我 耶稣加力量给我 没问题 Hallelujah 没问题 其实这几日 我曾经有些懒亲过 懒亲 有时候 哎 那么迷信 又麻烦 总会有这些意愿 但我心里说 不要紧 神会给我们力量 一定会好 在这段时间 都不要feel bad 不要觉得不好 阿里路易 所以多困难都好 神都一定联敏我们 我们看这个 撒哥 其实呢 撒哥爬上树 有一个的矮 一个原因的矮 他又想见耶稣 想到方法 他又想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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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觉得他不是引人注意 他是 但他其实不想见 他想看到耶稣 他想看到耶稣 他主要是想看到耶稣 因为圣经记得他是矮 所以他爬上一棵树 他只是盼望 看一看而已 就是看一看 他只是盼望 看一看 但是神给他很多 神就是这么好的 看一看 有些人就是来教堂 看一看 就得到耶稣的恩典 我看过 其实呢 Good TV 你上YouTube 你可以找Good TV 是有很多 是台湾的 很多电证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有很多神迹歧视的见证 在这个Good TV的那些见证 是有很多神迹的见证 其中呢 就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呢 他是 做基童 基童呢 就是 接触灵界那些 在庙里面 接触灵界 邪灵上身那些基童 他说他几十年 就是扶基 几十年 做扶基 但其实内心是很不开心 但是他走过教堂 听到人唱歌 觉得很舒服 他于是就走又找 走又找之后呢 跟着呢 祈祷呢 他又整个人都舒服了 他跟着就跟那个庙说 我要辞职 我不做基童了 其实他也不是 不是童来的 不是西谷的 不过都是叫基童 那他就 请另一个人取代他 那人问你去哪里 我去教堂 你去教堂 那里很舒服 那我和你去看一看 那我又跟着他去看 那他又信了 又信了 所以他 又没有看 又好看班 就是他走过教堂 听一听 就受影响了 所以大家都多些机会 在公开地方唱诗歌 有些人走过 看你的时候 你就和他聊聊 你就不要唱着他走过去 就是你其他唱 一个人走过去和他聊天 好啊好啊好啊 下次不用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没有 其实很多人的生命里面 是有不开心的 其实很多人是想人关心他 不过普通人又三不识七 他走过去就会吓死他 有些人有些情况 但是你在一些很自然的情况 啊你等车啊等了多久啊 他就很自然啊 哎呀下雨啊 那你担一担他 打一担他 他又会很开心的 就是他又在凸雨 就站在旁边 他又在凸雨 他又在凸雨 我遮住你好不好啊 就是这样 这些小小的动作 都可以祝福人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孤单 你和隔壁有孤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很多人都可以祝福人 你都可以祝福人 好了 可以能不能联敏那些 被人排斥 不被人欢迎 被人喜欢 又贪财 又做得不好的人 世人都不喜欢 但是呢 神都喜欢他的 好了 这个少年人呢 爱此多过爱主 但是神都爱他 马尔方十章二十一节 一起读一下 耶稣看着他 就胡爱他 对他说 你说他时一年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级共同 就必有财务当中上 你说他国根从何 他听见者说 免得面识 有忧愁成的感觉 因为他的反业更多 耶稣又说一话 对不如说 有钱所有人 对神的国 是何等一难 耶稣看见他 他就爱他 就跟他说 还有一件事 你就是将你所有的变卖 由你分给穷人 你就必有财务在天上 你说要来跟从我 那这个耶稣说是什么呢 到底耶稣是否说到 你要变卖一切才得救呢 圣经有没有说到变卖一切呢 耶稣是说 你就有财务在天上 对吧 耶稣不是说 你变卖一切呢 你就上到天堂 是你变卖一切 你有财务在天上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你 你更加难够跟从神 你也要跟从我 不过这个人呢 就怕得很重要 就走了 那他有没有悔改信主耶稣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总之呢 耶稣并不是说 你要变卖一切才得到天堂 而是你变卖一切 你的天上呢 你就有财务了 还有你跟从我 所以我们就不要看到 经文就是说 哇 我们要变卖一切 神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变卖一切 来跟从我 但是这个人 就贪钱多过一切 多过主 所以他就不愿意 那时候他就不愿意放下 我们都会见到一些贪钱的人 但是这里耶稣怎么样呢 耶稣见到他就怎么样呢 就爱他 就是耶稣其实 知不知他贪钱呢 耶稣知道 但是耶稣都爱他 所以耶稣不是看到我们好的 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看到你很好 所以他救你 不是的 其实看到我们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信主之后 是不是变得很好呢 都不是的 但是神依然爱我们 所以神是很特别 有没有发觉 神真的这种特色很特别 就是他爱的人 都是不可爱的 就是爱的人 神当然是不可爱 但是他持续慢慢地 将他变成为可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那些不可爱的人 不要紧要 继续帮他 甚至那些信了主 还是不可爱的 都继续帮他 遲早一日会变为可爱的 就是有个心态 不要计较他 神一定会祝福他 所以我们不爱主的时候 神愿怜悯我们 有没有试过我们 有没有试过我们 不爱主神都找我们 其实神一直找过 一直感动我们 一直用圣灵感动我们 一直用圣灵感动我们 回来 回来 但是我们很多事不听 但有些人经历过很长时间之后 神一直叫 一直叫 终于有一天他回来 希望我们完全回来 完全给神祝福 完全整个生命给耶稣 快点回来 不要等太久了 因为愈早回来 愈早亲近神 你愈能够享受神 愈享受神 愈有圣灵的能力 愈祝福人 我都希望大家有些机会 跟着我去短孙 你真的会有机会 被大大提升 譬如在四月你放假的时候 那几天都是民职假期 拿定假期去短孙 你就可以很大的提升 调主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都编排很多 有星期六 有星期三晚 大家都可以衡量 我们不爱主就没有力量 但爱主整个生命 首先是领受恩典 然后就会改变 这个图画就是 看到少年的才主 然后就悠悠仇仇 走 他可能都英俊 也不知他英俊不英俊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够 连述那些不爱主的人 就是看到他不爱主 但是我们依然 告诉他 心里面都说 他是有盼望的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将基督徒分类 哇 爱主那些 这些好基督徒 多得和他一起 多得和他分享 哇 那些不爱主 和他聊又聊不完 又帮不了他 那些放弃了 教会都会周时是这样的 有时有些基督徒 就在教会里面觉得 他不爱主 所以没有别人理他 但是我们说 主耶稣 我重点不是在他身上拿什么 是要祝福他 一起说 我重点不是在他身上拿什么 我重点不是在他身上拿什么 而是 我重点是要祝福他 我们就不计较那些人 爱不爱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还有我们有个心体重 爱主是重要的 体重 即是很想提升人 更加爱主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都为人祈祷 和说了信息 都是激励人 更加爱耶稣 耶稣更加祝福你 看着那些人提升 阿里路亚 接着 这个妇人 是行任时被捉 被众人拒绝 是真是可以说 是落到最低层了 是完全是按照 旧日的律法 应该打死的 是没有盼望的 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行任时被捉的妇人 有个人拒绝 八章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将会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成 和打他 是十节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再打得好 会有人 他说 主要有 耶稣说 可有得定你的罪 去夸 从此 再打罪 耶稣并 对这个妇人 他并没有去 骂他一轮 当耶稣知道 他有罪的时候 即他知罪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有罪 其实圣经里面 有分开恩恋和律法 当一个人知罪的时候 他需要的就是恩恋 这个妇人 他是知道他有罪 耶稣就只是说 我不定你的罪 接着就吩咐他 你不要再犯罪 耶稣并没有说 你继续犯罪 但是呢 耶稣是无条件地去谓说他 有听过教会有些人犯罪 接着那些教友就排斥他 接着他就觉得被排斥 觉得自己犯罪很严重 这些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那个人都有责任的 但是有时呢 尤其 就是我完全是不认同离婚 但是我听过一些例子 就是有人离婚 是要比较很高度的排斥 就是很 就是个个都觉得他有很多问题 于是呢 就是很多东西排斥他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帮助他 那这一种的 其实这一种的心态呢 就是好像一种律法主义 就是当看到人不合标准的时候 那个心里面就排斥 但是神的心呢 就是说这个人总是可以挽回的 所以保罗 一方面呢 在保罗书信讲到 这个人呢 有个人犯奸犹 和他的后母犯奸犹 耶稣 保罗就说要把这个人说出来 但是后来都 那麽多后书就说 这个人悔改的时候 你就用他回来了 就是说广道呢 我们要给个人知罪 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接纳他 也都用一种爱的行为 去帮助他 但是我们一方面有圣结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有连缩的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 人犯罪的时候 都给他机会 都去连吻他 其实当人有罪的时候 而有人连吻他 他是会很被感动的 但是我们要分辨 就是说这个人 我们可能有些责任 不能交给他 他可能不能够负责任 除非他一直生命提升 但是我们训练到 他是有问题 但是我一样去爱他 不是因为他没有问题 所以我爱他 是他有问题 我依然去爱他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祝福这些 真的可以说 是犯了罪很严重的人 首先我们自己犯了罪很严重的时候 神会怜悯我们 你有没有试过犯了罪 觉得自己很丑怪 真的很丑 犯了这样的罪 但是神都依然怜悯我们 然后如果我们被曾怜悯 我们就怜悯那些犯罪的人 周围的人都拒绝他 都不要他的时候 我们依然去怜悯他 当然你怜悯他的时候呢 譬如这个行淫是被触的妇人 怜悯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和他画清界线 不要让他太依赖自己 这个也可以另一种问题 不只是男性 女性都会 有时有些人帮人 帮到一个程度 就是那人变了 他是一个拐杖 他依赖人变成拐杖 有时那些人会很依赖人 但是我们要帮他 但是不要变成他的拐杖 但是我们要提升他 这个心态 因为有些人很痛苦 你帮他 他是会把你变成拐杖的 因为他没有人接纳他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 他就会拔住你的 但是这个也是基督徒 应该学清 画清界线的一种东西 OK 即是说 我们在任何属灵的情况 主营而联盟我们 我们多谢我们的神 我们几次软弱 神一路找我们 一路寻找我们 一路寻找我们 一路感动我们 大家想回你以往软弱 犯罪 没有力量的时候 神如何找你 想回那些日子 圣灵如何感动你 有没有记得 有没有记得 有没有记得这些经历 可能你不记得很清楚 那些说话是什么 但是我自己很记得 在很多时候 就是我自己的心里面 都觉得很内疚 但是神是会一路感动我 回到祂那里 悔改 去跟从祂 就是我自己是很深刻的印象 神一路吸引我 然后当我去跟从神的时候 神又吸引我 更加去爱祂 更加去享受祂 现在来说 我就整天都被神吸引 整天都觉得太好了 我不会让任何的影响我 所以我们求之帮助我们 我们什么属灵情况 都让神去祝福我们 然后呢 我们能否连述不同的人呢 第一就是偶言 一起读 偶言而言的人 不受阔赢的人 不受阔赢的人 贪财的人 不恨罪的人 幻恨罪的人 就是偶言而言的人 我们连吻他 不受欢迎的人 人家都不喜欢他 其实那些人是最需要我们连吻 是吧 贪财的人 我们可能很防他 但是我们都去放他 其实我们会 人自然的本性会防他 但是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去分辨祂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依然去关心祂 练吻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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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主的 或者是犯了大罪的 或者要求祂帮助我们 我们来到神面前 首先呢 你自己让神的爱 去医治你的内心 就是说呢 可能有些地方 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好的 你自己在心里面 自己相信耶稣 是真是爱我 连吻我的 耶稣很想提升我的 耶稣不想我们 在一种内疚 指责 软弱的里面 主是很无条点的接纳我们 我们做得不够好 耶稣依然爱我们 在一会儿 大家向神的祷告 多谢耶稣 你多次吸引我回到那里 我多谢耶稣 你多次吸引我 多次用不同的方法 吸引我 我说话 感谢主耶稣 我刚才跟那个朋友圈解的时候 很奇怪 他说到 最近 有人跟他说 关于耶稣 他就哭 他第二天又哭 他自己驾车又哭 就是神的灵会感动他 神是不断感动我们 我们都多谢神 神让你多次感动我们 多次吸引我们 真的很大的恩怨 当我们不配的时候 你依然去尋找我们 我们多谢你 求你帮我们 深信你是爱我们的 你跟我们一起宣告 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罪 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罪 神依然爱我们 神依然财产我们 神依然财产我们 虽然我们贬弱 神没有嫌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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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加添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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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神依然想提升我们 神依然想提升我们 神要发挥我们的生命 有时我们对于人生没有什么盼望 神 ü omega 神将盼望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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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我们生命有盼望 神的盼望 不论我们在哪个困境里面 ��隐忞造人 无论我们的なんて 神都为主开了路 神也为了我们的 Greta 神可以盼望我们 多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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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联敏周围的人 联敏不受欢迎的人 联敏犯罪的人 联敏犯罪的人 联敏自卑的人 联敏自卑的人 联敏伤心的人 联敏没有盼望的人 联敏有病的人 联敏有病的人 去关心他们 多谢天父 你喜悦我们 关心他们 我们一句关心的说话 可以提升他的生命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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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祈奥博主耶稣圣命 阿们 希望我们整个生命中 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都会很爱我我 神看重我我神 要提升我我前面是光明的 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充满盼望 每一个人的心灵状况 有没有发觉 有时低有时高的 尽量 就算你不是很低也好 你可以尽量有更加高的状态 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前面很有盼望的 我今天要大大蒙神的一年 阿里路呀 整天有一个正面的心态 整天都说神在爱着我的 我又可以祝福人的 一见到人你就祈祷神了 你想我做什么呢 你见到一些人有机会的时候 你整天可以做什么呢 神就可能会感动你 所以你有这样的情况 我希望大家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